昨天下午在台北线三重有一家山蚕小瓦斯钢瓶的铁皮工厂发生了火紧 火势延烧了一整夜来看到目前的最新画面 因为这个铁皮工厂的一楼造纸二楼放的是重机械 三楼则是装满了清洁引擎溶剂的容器 都是属于易燃物 到了今天早上清晨六点钟还可以看到了阵阵浓烟 消防人员是利用的怪手挖开了铁皮 还有残余的火苗 燃烧面积超过了500平 总计掉了有上百辆的消防车到现场去驰援 所以目前是无人伤亡